各位同事 廉政公署日前发表关于道路集体客运公共服务批级 投诉的调查及分析报告 严厉批评交通事务局在处理现时的公共巴士服务批级和模式上 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违法行为 指释巴士经营新模式严重损害公众利益 更加指出这个是廉署所发现的违法和损害公益最严重的一个个案 廉署揭露交通事务局违法的六宗罪 包括不遵守现行的法定制度的公共服务批级 别出心裁地采用了提供服务的合同方式 导致整份合同带有不符合公共利益 至此三间巴士公司在未获批级和无定纳批级合同的情况下 违法经营 第二月权定定豁免机动车辆税明显违法 令政府陷入了违法作为的状态 第三 交通事务局采用提供服务合同的方式 不遵守第三邪别90邪别M号法律的规定 根本不处理成批公司的资产归属问题 第四 交通事务局错误引用法律 在合约中设定中途调整收费 对合法性原则视而不见 明显属于乱作为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第五 在巴士服务合同中明文定立 利于成批方的免责条款 迷反适用的法律 不合公务管理的原则和规则 第六 巴士服务合同中不少条款 由于没有引用适用的法律 导致很多属强制性的合同条款 就没有定立在合同里面 而不应该继续的事宜 就在合同里面详尽规管 明显看足了法律的规定 有关批级的实行一年多 交通事务局仍无依法将合同传闻 刊登在政府公布 也都违反法律的规定 一连串的这些没有违法行为 可以说是觸目惊心 严谱在这个调查报告中 是严厉指出 遵守合法性原则 是开展公共行政活动的最基本规条 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办法遵守的话 就难以想象怎样依法行政和谋求公共利益 特区政府经常都讲强调依法施政 但是很明显这个事例里面 就完全不依法施政 澳门市民眼见官场败坏 都强烈要求实现官员问责的制度 来改善澳门官场的熔劣腐败的问题 但是特区政府一直都虚应了事 民众的良好愿望就只停留在愿望 官员无能 熔劣 低效 以权谋私 甚至贪腐 违法的现象 就比比皆是 皆因是官员的官官相为 互相包庇 由廉署所揭露的交通事务局的违法作为 真的只是交通事务局的责任吗 一份这么重要的公共服务合约 一个决定新营运模式的这么重大的政策的转变 运输公务师作为监督实体 是竟然可以完全被蒙在鼓里 毫不知情吗 众所周知 汪某是刘司长的亲信 也是刘司长当司长的时候 在民署带走的两个官员之一 设立交通事务局的时候 就将他这个对交通完全外行的人 提拔去做局长 孤不必讨论这个是任人为言 还是任人为亲 但是以这样的关系 汪某在制定这么重大政策改变的合约的时候 会架空和人瞒骗 民书公务师司长吗 我绝对不相信 而且作为民书公务范畴的主要官员 在制度上也都不可能被完全排除 在决策之外 这个批级合约被联署严批违法 严重损害公众利益 除了交通事务局需要问责之外 运输公务师司长是不是也应当承担责任呢 多谢 敬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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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